继续高质量发展调研型系列报道 眼下智能网联汽车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作为我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 重庆市拥有较为完整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 众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这里研发生产 重庆也正在无人驾驶赛道加速前行 这里是重庆市两江新区的一家 汽车全球研发中心性能测试道 最新下线的新能源汽车都会在这里进行相关性能的测试 在我身后的这辆车它不仅能够实现无人驾驶 无人驳车 与此同时它还可以在复杂的路况 比如说像高速公路以及城区的路段进行无人驾驶 同时它的车身还搭载了34颗雷达 能够360度无死角的识别车身周围的障碍物 并且进行主动的避让 负责人告诉记者 眼前这款正在排队下线的新车背后 是数百项智能化技术 更是重庆当地智能汽车产业链上 众多企业持续不断地研发投入 我们每年会投入不低于销售收入5%的这种收入 运用到我们的研发里边来 目前已经形成了1.7万人的一个工程研究团队 如今通过智能生产线 一台个性化定制的汽车从街道订单到交付消费者 只需要不到两周的时间 为了更好地推动自动驾驶落地 目前重庆已率先开展规模化多场景示范应用 在重庆市永川区 不仅有自动驾驶的出租车和中巴车 自动驾驶的物流运输车 环卫清理车也正在测试中 预计在今年年底投入运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